嗨 哪裡有穿什麼 就同色系 大地色 大地色不覺得很好看 大家好 大家好 心裡快樂 開工順利嗎 所以你是一個不吃寶劍的人 過去 以往沒有吃 沒有寶劍的必要 還是你不相信這個 沒有 我覺得好像以前就是 比較懶 然後就會 這裡痛衣那裡 就是有一點這樣的概念 不太好 可是我發現我們其實 我們飲食非常的 不正常 所以 也開始真的有這個概念 因為年紀大了發現好像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周遭的朋友很多生病 好 周遭的朋友 周遭的朋友 哇 也太大聲了吧 周遭的朋友很多 有很多 生病的 比如說癌症啊 那有些已經離開 我們身邊的 那有幾位都 蠻年輕的 所以 或是圈外的朋友 近幾年 這一兩年 開始對 生老病死 這個議題 開始有一點意識 對阿 我們年輕的時候 不會這樣想 那長大了以後 去過幾趟 追思會 就 對這種東西 蠻有感覺 對 你自己有健檢嗎 健檢有了 開始 那有什麼 出現什麼狀況 是讓你覺得比較擔憂的嗎 其實就 也不到擔憂 但我之前 前幾年開始 健康檢查 然後做全身的 然後可能就會 醫師就會提醒我說 我們是男性嘛 男性的動脈 很容易有一些 阻塞阿 臀肌阿 血管阿 所以要我們注意三高阿 然後注意膽固醇阿 但我目前是沒有太多 太不健康的狀態 對阿 那有檢查生育能力嗎 我這個還沒有驗 應該要去驗 你為什麼我不好意思 你竟然會不好意思 對啊 看不出來我不好意思 我沒有驗 可是我好像要去驗驗康 應該要吧 如果 結婚前都要驗喔 為什麼 婚前健康檢查 因為他會讓你決定 你是不是真的要生小孩 你適不適合生小孩 到適不適合 是能不能 是適不適合 有些人 真的是 就是生了才知道 你的小孩 可能有什麼 這樣子 好了 我去驗 到時候再分享好了 驗了還要跟你分享 我不用 這樣你怎麼沒有引詞 跟她說 欸我的 哈哈哈哈 跟她說 欸我的精子是健康的 我精子是健康的 然後我們就趕快抄下來 這樣我會跟記得講太多 就無關人宣布精子很健康 很重 並且活躍 哈哈 到底要講給誰聽 之前還有有 藝人講過什麼濃度很高 喔對 有人跟你們講過她濃度很高 對 我也忘記是誰 你可以這樣之後 有再跟我們分享 好 對 程度很大 好喔 現在不是只有我想知道 沒有我是覺得真的是 一個很好產品 對 就是代言得很 驕傲 那你之前你剛剛說減肥的時候 曾經便秘 最嚴重的是幾天 沒有辦法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根本沒有進食的狀況下 你就不會有跑便 可是那時候去馬來西亞開始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台灣 我拍完塑膠畫之後 其實是一個蠻重 蠻平常的狀態 大概72公斤左右 可是當我落地到了馬來西亞 我就知道 我去了我要飾演那個角色的那個場景 那當地的人 有一些義工 他們的樣貌 讓我看到 就會發現其實我們 過於文明 然後吃得太健康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做一個 準備 因為提早去一個月 所以就開始吃 益生菌 魚油 就開始減重 好 其實是一個蠻漫長的過程 因為角色需要他會有一個 雖然拍攝一個月 可是我們有一個階段性 比如說 我把第一個階段拍完之後 我一開始吃65公斤 進入到角色拍攝 然後可能在 在中間就會有一個斷食 斷食的一個過程 斷了三天 然後再變成另外一個 比較類似脫水的狀態 在拍攝第二個階段的角色 但這也是只是一個過程 那我接著去香港之後 又變成另外一個 因為我自己安排 剛好兩個角色會有一些雷同地方 可能因為社會低沉 就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健康的樣貌 我這樣子絕對不行 我現在這個樣子去演 去年那兩部戲的角色是應該是 大家會不相信 所以去香港拍攝一個 也是類似移工的一個香港的電影 然後那個角色也是更 然後就開始繼續像溜滑梯一樣 就不讓自己停止 在那個狀態繼續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最後 殺青的時候大概是 又到一百二十幾磅 那因為像那邊的沒有 不是公斤 我不知道一百二十幾磅是 一百二十五磅大概是幾公斤 對那一百二十五六磅 因為體重機上是一磅 對 但至少就是有像那個樣子 就是可能之後就會慢慢 讓大家看到這兩部片 那反復瘦神經 神經又留在一部片 屁屁有一點點紋路 但那個東西無可避免 但那個東西無可避免 因為你膨脹又瘦膨脹又瘦 只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想讓 讓大家或讀者 觀眾一直看到一個演員 好像我又在瘦 我又在胖 那只是 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台上剛剛有說嘛 因為我自己覺得在這樣的環境 很難得 會有機會可以讓你好好的 準備到好好的拍完一部戲 那你想要這樣準備 你的經濟狀況也可能不允許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願意這麼做 那我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跟心力去承受這樣的後果 那可是這也是我自己選擇的 一個經驗累積啦 那我也不曉得 四十歲以後可不可以再這樣做 可是對我來說 是在我有限的 我自己稱之為黃金的時間 時間吧 對我來說還是在學習的階段 三十歲到四十歲 多接一些戲 然後多做一點改變去 不是要給觀眾看而已 而是給我自己感受 就是那個感受 對我來說 是這個旅程是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過程 對 才會在自己心裡 或是經驗當中 埋下一點點 累積吧 對之前那個 扁桃縣發言 扁桃縣是因為我 上部戲 有生之年太瘋狂了 扁桃縣 不是扁桃縣 我是聲帶 我聲帶 現在有點啞啞了 是因為我 有生之年演得太開心了 有生之年是我 學校任的片嘛 那 演得太開心了 就 大家都玩得太瘋狂 所以 我的聲音是 沒有什麼保留的 不斷的釋放 冷量 要一生叫我好好休息 這角色本來就需要 聲音有很多的 還是私底下也很多 很難形容有生之年的拍攝 因為真的拍得很開心 可能是我去年拍的 最開心的一部片 從來沒有拍過一部片 可以拍得這麼的 自意妄為 可能是因為導演是許造人 那 在他的 框架底下的角色 都是 很有血有肉 那 加上可能有其他的演員 一起參與 就會覺得 哇 這一切都是一個 最好的安排 那 在 四十歲人生的階段 可以拍到 欣如姐 建制這部戲 然後 小杜哥 杜振哲 小杜哥的腳本 再加上 他們最好的搭檔 尋找人 還有其他 周圍的演員 那 目前好像沒有透露太多 那 大家知道的是小眾 還有其他的演員 那 我覺得跟他們聚在一起 真的太開心了 所以不斷的把我的愛給他 是角色 還是 是角色 角色 角色的愛很多 那 他的音量也比較大 要厚就對了 嗯 很多 很多 本性 角色本性 不是我 我不會那麼瘋狂 剛剛你最近新家 裝潢完美 還沒 那有裝隔音的 我家是獨棟的 我不會吵到任何 你看我怎麼會這樣 你很慶幸嗎 嗚 還是 對啊 就過關了 現在隔壁還是有人 但我還是 我覺得 這個不能多說什麼 人家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覺得主要是 主要是 我們 生活在這麼密集的城市 那 這麼多人口 那我們住得這麼近 那 因為人多半還是會有情緒 方方面面 我們跟最親密的人生活 都有生活習慣的問題 對吧 對啊 你更何況是 你的不認識的人 所以 大家的習慣需要磨合 所以才需要有管理委員會 這個東西 你叫管理費做什麼的 所以就需要 還是需要 大家平心靜氣的好好說話 嗯 那你之前住屋咧 有沒有被樓下靈體講過什麼 沒有啦 沒有 我不常 其實我沒有太多會客的機會 因為很少人到我家 嗯 那有覺得樓上很吵嗎 不會 多半我會小小人收 嗯 那你是淺眠的人嗎 我 嗯 我是那種 很好睡的人 嗯 所以 住我樓上跟樓下的人 應該都 蠻好的 對 你可以繼續吵 嗯 呵呵呵 呵呵 希望 呵呵 呵呵 喔 嗯 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 想要住獨棟的房子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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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不然我不能太幽默 呵呵 獨棟有獨棟的好啦 那你剛剛第一時間想知道是什麼 你原本想毀你 對啊 對不起我不能亂毀 我發現我都拍攝影機 沒有拍的時候還講 呵呵 不要啦不要啦不要亂毀人 不是我的事情 對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 空間大嘛 空間大嘛 空間大那 自由度高啊 對啊 你知道我有喜歡修車嘛 所以希望 我自己有一個修車的空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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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 我已經開始想到養老的生活 對啊 養老 反正 這樣可以打廣告 3月31號 模仿判喔 有 Netflix 很好看喔 很好看喔 非常好看 所以你會在這個房子養老 退休 嗎 嗯 可是感覺好像 周圍的朋友都說不可能 呵呵呵 可是對我來說好像可能 嗯 好像沒有什麼 除非吧 除非你真的很老了 你可能沒有辦法爬樓梯 讓老婆轉 喔沒有沒有這回事 嗯 我是也不反對 哈哈 如果另外一半轉 對 我不反對另外一半轉的比我多 嗯 沒有關係 對啊 對啊 我這麼會洗碗 呵呵呵 然後我又帶點那個洗碗機 不用我自己洗碗 所以你在讀洞 是沒有電梯的形式 有啦 有電梯 嗯 可是你剛才 你之前 好像我在臉書PO一些 已經開始搬家的東西 那現在出到哪 對啊 我現在搬到一個倉庫 你說新家 我另外住一個地方 然後搬到一個倉庫 我現在租 那 我就只能先這樣 因為 因為原先的房子大家 房東可能有 他的需求 其實也是遇到一個好房東 就住那麼久 也沒賺過房租 嗯 所以對文山區是蠻有情感的 對啊 我都覺得我是半個 半個文山人 你自己覺得 可能我現在最熟悉 台北的城市就是文山區 對啊 所以你今年還是沒有 一定要在幾月入住 快了啦 快了啦 也不會 但是也不會跟你們說 清明節之類的 清明節幾號 4月5號 應該 不是那個時候 應該是往後 更早 剛剛那個時候 雖然還是蠻久的耶 對啊 還是要一段時間 你總是希望弄好了 再住進去 你不會像 去年初就講到裝潢耶 其實因為你們後來 我們後來遇到了很多 疫情的問題 對對對 公班也會影響 公班你就輪流中獎 對 就是你可能今天木工重 然後水電重 然後水電重 它 它一個人好了 另外一個又重 那不然就是一起重 然後設計師重 對 就很多問題 其實就是有很多 會會delay啊 就可能夏天才會入住 我猜啦 嗯 希望 所以你會去監工嗎 我不太監工 因為太忙了 去年太忙 但我今年就 時間比較多一點 嗯 今年也沒有什麼 出國的計畫 所以就 會在 台灣好的 宣傳啊 你說出去旅遊的 也沒有這個計畫 旅遊會另外 我覺得旅遊不算 像出國工作 像去年馬來西亞跟香港 連續就去了 四個多月 嗯 很難得會離開台灣這麼久 其實是一個 蠻特別的經驗 嗯 對啊 就人不在也是真的 什麼事都管不著 對 嗯 那房子弄好的婚事咧 有計畫 這樣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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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覺得每次問這一題 都很 怎麼 怎麼變答 對啊 那觀眾也累了吧 你一直問這種問題 不會我們都問不累耶 怎麼可能 我們剛剛坐在台下 聽了一個小時的益生劇 想說 你要相對的回饋我們一些什麼 這樣 欸我們真的從頭到尾認真 對啊 嗯 我有認真想 OK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 該來的會來 該來的一定會來 我自己覺得 那 那 我覺得男生可能都比較死板 對女生的想法 男生可能就會想說 我有了這個 有了那個 那我再去做那個 好像周圍的男生都這樣 那很多 我好像也是其中一個 類似這樣個性的人 就是不會說是衝動到說 我一無所有 我就說 欸我們來那個那個一下 那個 那個啊 就那個啊 我們兩個能怎樣 就那個 那 可是我還是希望可以 有一個比較 比較完整的東西 給人家參考 或者說 我有 有這個空間啊 或者說 我有這台車啊 或者說 我有 我有 我擁有什麼 可以跟你分享 可是你現在都有 都有啦 還沒啊 還要等夏天啊 就還沒沒 對啊 我是覺得 總覺得我說 我希望 有一點 對啊 我至少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說 我有這個 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想要跟你分享 就你跟我 我們一起 這樣子 那感覺上好像 那時候是比較 對的時候 那新家裝潢另一半 可以有意見嗎 可以 所以他現在有意見嗎 你為什麼想那麼久啊 還是要好好說話 可以啦 可以 有意見可以 什麼顏色啊 什麼格局啊 當然 當然 當然會希望 是 人家喜歡的空間 你總不能全部都 搞得很像修車的地方 對啊 臭男生 我們是臭男生 總不會就是說 進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請跨過這個輪胎 才能到 你的 才能到你的大門 然後你的書中 書中介紹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先經過我這一排 的排氣管 對 對 還是希望空間是很舒服 畢竟還有養貓 貓也希望讓牠舒服 對 總是想說 那我之後要在哪裡挖啊 貓沙啊 貓要往哪裡走啊 對 謝謝啦 好 那就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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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謝謝